给大家看看这个台风下的这雨 这街道上都起 车一走一过都已经起水花了 其实往常下正常下雨的话 这个水是不会积成这样的 大家可以看现在这个水积的 已经是能荡起水花了 让我们荡起双奖啊 朋友们在这个大街上 来到这个住在海边近 唯独一个好处就是什么 没啥事吃完饭 溜达溜达就是海边 看到这个天气了吗 这个猴岛上面 这个山的上面全都是云的 马上又是一场暴风 上午基本上又是下了一天的雨 这个台风天啥时候能过 看那远处的渔船也都没有出海 肯定这时候上码头是啥也买不了的 所以说今天我们就不打算去码头 上这个沙滩上溜达溜达坐一会 大家可以看到这沙滩 山上有一个一个小的这种口 这就是他们应该就是杀蟹 有一天晚上我就在这个沙滩边上 我就看到有很多他们当地人去抓这个杀蟹 大概的大小应该大的话就是这么大 小的话就是可能这么点 拿他们说拿回去做炸蟹吃 炸的可能是个下韭菜吧 就是这个玩意啊 就是比他要大一些 但是他可能是太小了 好了 大家好我是人望 看我身后的呢就是大海了 最近呢有很多朋友是在我这个后台私信呢 什么的问我很多的问题 我今天问的我比较多的问题呢 就是这个租房的问题 你像海南岛有多天听完我讲公寓 保持住的公寓的这些事情呢 有很多朋友心里都打鼓了 其实也未必说非得要打鼓 其实也有很多好的这个公寓老板 包括吃住啊什么的都特别贴心 特别服务特别到位的 其实也有很多 但是呢需要大家去耐心的去找 很多朋友呢就说 那我想住这个住民房 就是住这个高层商品房 怎么找价位是什么呀 什么样子呢 真好呢我来之前呢 我也做足了功课 而且我也到现场去了很多的地方 你像东方 牙城 三亚湾 还有这个红沙这边我都去过 所以说呢我也给大家讲一讲 这个商品楼是什么价位 包括有什么什么猫腻没有 咱们可以看到眼前的这一片楼 其实就是清水湾的这个住宅区了 就是商品楼 今天给大家讲讲这个租房的房价 先跟大家说一下 就是有些朋友呢都说 我只想租一个月 我不想租那么长时间 我就是想过年的时候来那么一个月 大家记住啊 这个三亚这边有一个什么潜规则呢 租房的潜规则呢是什么呢 就是他们租起租基本上就是半年 很少有单月租的 就是一个月租一个月租一个月租 这么租很少 它不像是像我们来之前来到的那个山东那边 包括北海那边 包括西州满亚那边 就是月租的人都租 这个都是六个月起租 就是半年起租 如果说你真的很想遇到那些一个月起租的也有 但是房价会非常非常的昂贵 举个例子吧 我现在的位置呢是清水湾嘛 前面都是清水湾的楼盘 我之前我去问过清水湾的楼 就是两居室的价格应该是在三千到三千五左右 两居室 一时一丁的价格呢 应该是在一千八到两千左右 一个月 六个月起租的价格 如果说你要按照一个月租 那可能就贵了 一个月人家 我倒是没问过一个月租的价格 但是我问过这个三亚湾 就是大东海那边 我问过 他们一个月起租的价格是一万到一万五之间 恐怖吗 可以说是非常非常的恐怖 这个价格呢 是在春节那一个月 就是二月份 咱们二月份不过春节了 这是二月份的价格 往前走呢 就是这个 就是海棠湾 海棠湾的价格 其实跟清水湾的价格 不会上下差太多 就是差个五百块钱到一千块钱左右 也就是在两居室 也就是在三千五到四千块钱一个月的价格 当然是分小区 还有分这个环境的啊 就是小区 我说的这些 我说的这些小区呢 都是小区环境比较适中 不好也不坏 都是这种小区 价格均价 一时呢 也是同样的价 一时的话 基本上是贵五百块钱到两千 到两千五左右的这个价格 走进了那个三亚市区 就是激阳区 激阳区那边的房子的价格 是在两居室的 基本上是在两千五到三千块钱的 一一个月价格 也是六个月起租 随后呢 我们就又往牙城 大家知道牙城也是离三亚很近 牙城区也去问了 牙城的房子 我问的是八十平的 两千五百块钱一个月 也是六个月起租 他们说一时的价格就稍微便宜了 一时的价格是在一千五到一千八左右 反正就是不超两千块钱 就是牙城 你像再往前走呢 就是到了这个乐东酒所这个地方 乐东酒所 一进入乐东酒所了以后呢 我就会 我就发现了一个什么事情 咱们东北的老人非常非常多 其实在那边 而且物价很便宜 房价同样很便宜 我去到那边去问了 两居室的房价是两千块钱 七十多平米的面积 两居室的价格是在两千块钱 而一居室的价格就便宜了 一千二 一千根据环境好坏 包括这个房型的房型的样子 一千一千二都有 随后呢 我们就来到了大家最熟知的东方 你像前几年 很多东北的老人呢 都选择了在东方去居住 因为那个地方物价便宜 环境 环境呢 也更适合咱们东北的老人 我们到了东方 问了一个八十平米的两居室 离海边非常非常的近 它给我的价格是在 一千八到两千块钱左右 当然也是分这个房型的大小面 你像有些小的粮食 就是六十平的粮食 可能就是一千 一千八一千九 你像大粮食 就是我说的八十平米的粮食 应该就是在两千块钱左右 你像一屎的话 到那边就便宜了好多 那边的话一屎的话 就是在一千块钱 就是一屎一厅 我这个价位呢 也可以供大家去作为一个参考 就是大家不用冒闷 去到什么地方去询问一个什么价格 就是相比较而言 就是有一个对比啊 我给的这个价格 其实还是挺真实的 因为这些地方 我都是现场去问的 他们当地的中介 包括当地的一些房源 我都是现场去问的 所以说还算是比 我认为的话 还算是比较真实 其实看了这么多的房子 我觉得我更推荐于老两口 就是住一室一厅的就好 你像来到灵水这边 我觉得如果说大家很喜欢 灵水这方面 这边的话 我觉得性价比比较高的 就是住在这个自建房里 他们的装修啊 包括格局啊 也都是偏向于这个正经的这个房 就是像咱们家里住的那种房子 是一样的 没有什么太大的差别 只是说可能是周围的环境 会有一些差别 但是别的差别都是不大的 我觉得粮食的价格比较好 划算一点的呢 就是牙城和东方 包括乐东九所这些地方 东方呢 可能就是离塞亚市区 稍微远一些 像牙城和九所这个地方 都是离市区很近 也其实也不算很近了 但是相比较而言 比东方来说的话 是近了不少 所以说呢 大家也可以作为一个参考吧 如果说是 要是真的想要物价很便宜 大家就可以选择去东方和九所 因为房价和物价是真的很便宜 这个我的确是 去现场做了考证的 包括蔬菜的价格 因为东方大家都知道 有这个咱们海南岛的 这个蔬菜基地 都是在东方 像一些蔬菜 什么都产在东方 产地 那当然 物价肯定就是便宜了很多 如果说有帮助到大家呢 大家就可以长按点赞 给一个强烈推荐 好了 今天的视频呢 到底就结束了 如果说有喜欢的朋友呢 就点赞加关注 咱们下期再见